我以前不是这一楼吗 一到夏天的虫子往里边爬 所以我想找个二楼 哦 这我就明白了 你看你没出息的样子 这么大个个 胆子这么小 多可爱 你离近看一看 他们有名字 一个叫奥利 一个叫奥 两口子 姐 姐 姐 你养俩呢 这是谁啊 他是奥利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叫奥 对了 奥呢 黄姐啊 那个你搬家的话 这两口子可千万带走了 知道了 你心可真大呀 带走你就放心了 你没听小黄说呀 奥利和奥 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在这房子里住了这么长时间了 就没有几个爱情的结晶啥的 还有孩子呢 我觉得孩子很多 人家孩子都在哪儿啊 地板上 沙发上 天花板上 黄姐啊 姐你来 咋啦 跟你说个事啊 姐 你说 这房子我不想买了 什么 我不买了 我害怕那个 不是 就是 这有什么害怕的 这有什么 我跟你说 哎呀 东东啊 到时候你下班一开门 好家伙 一万多只小蜘蛛 哆嗦着八条腿 婚姻 婚姻 热恋婚姻 这房子不要了啊 陈日风 你啥意思啊 人家不要啊 我看出来了 你是来捣乱的是吧 我怎么是捣乱的呢 小黄妹妹 我这很明显 我是来帮你的呀 我怎么看不出来 你来帮我的呀 哎 小黄妹妹 你给我说实话 你干嘛 非得这么便宜 卖你这房子呀 哎呀 哥 我们公司吧 要扩大业务 我需要钱 需要五十万 我手头上呢 正好已经有十万了 我形式便宜点 把这房子卖个四十万 不正好吗 缺钱哪 缺钱你怎么不找我呢 小吃谁最有钱 金黄妹妹 谁最有钱 抄我呀 我自己卖房 花我自己的钱 我踏实咋的 不是 你这也太便宜了 是你们家卖房子吗 对 是这家卖房子 钱人方 我在的时候你不许说话 卖房子呀 嗯 四十万是吗 对 钱合同 钱 爸 爸呀 慢点慢点慢点 爸呀 幸亏咱去了一趟社区卫生服务站呢 那大夫说你没事我才放点心呢 根本就什么事都没有 就是我这个越老越不中用了 你说说我去洗个温泉 还晕堂子了 爸呀 你当时那么一晕啊 我可吓坏了 我第一时间给大米粒二米粒小米粒发的微信 我估计一会他就回来了 哎呀 这也不算个什么事 你通知他们干啥呀 哎呦 爸呀 我带着您泡温泉去 他们都不知道 你还晕堂子了 你说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呢 我 你有什么责任呢 顺夫我还得谢谢你呢 我就从来没看见过那么好的这个天然的温泉 对对天然温泉 哎呀那那池子一个接着一个 哎呦 温度最高的那个池子里一躺 哎呀 哎呀这个叔叔 叔叔啊 爸呀 我突然想起个事了 你说我大姐呀 再三嘱咐过大家 不让带着您烫枣去 他们要是知道了 不得私不了我呀 哎呀不这样吧 回头你就跟他们说 你自己去泡的温泉 那你妈也跟我呛 你妈就这么多年了 她就不准我单独出去烫澡 那爸呀 那平常在家你怎么洗的澡啊 一直是你大姐夫赵刚子 按时给我洗澡嘛 哎 咱就说赵刚子 我大姐夫带你去泡的温泉 那你就安全了 你也安全了不是 一会儿啊 你就到门口等着那个赵刚子他回来 我等着他干啥呀 你给他挖个坑 不是 这两年我可能给他挖坑挖的太多了 赵刚子不大往里跳了呢 那是你那坑挖浅了啊 今天爸替你挖两桥 你这你咋帮啊 你给爸拍个视频 拍个视频啊 好嘞 开始 刚子 替顺丰顶一下 这是爸的意思 叹气 叹气 行 这活他接了 可以了啊 可以了啊 我怎么觉得这有点委屈点刚子了呢 哎呀大姐夫受点委屈受点委屈吧 也不是第一次了 那行那你就在门口等着他 行 我回屋歇会儿 你去歇会儿吧 好 这样 我得把大姐夫洗澡那套东西 给他准备好 哎呀好 钱顺丰你给我出来 钱顺丰 我媳妇 媳妇回来了 小土豆子 咋的 你是不是缺德的小宇宙 你要我爆发了 不是干啥呀 啊 我今儿要不把脚踢你嗓子眼里 又酸你扁条体长那结实 不是不是 媳妇 你干嘛去呢你 不是 啊 钱顺丰你给我站住 不是媳妇 媳妇 哎呀 啊 我爸都多大岁数了 你带他泡温泉去 而且他也在泡晕了 信不信我现在这烧锅开水 把你给退了 烧水去 媳妇啊 你误会了 不是我带着爸去泡的温泉 是大大大姐夫 赵刚子 大姐夫 啊 他带着爸泡的温泉 那也去给我烧水去 咋的 你还要把大姐夫给退了啊 退什么退 我给他清红茶 啊 罚什么啊呀 我给他七壶茶 让他坐下 跟我好好说说 他为什么带我爸去泡温泉 还给我爸泡晕了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他不得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啊 对 必须得给你好好解释解释 爸 亲了 大姐 小点声 爸刚睡着 爸没事 你放心吧 钱是万 哎呀大姐 不是 大姐呀 你听我解释 这个事不能怨我 也不是我给你 我站着 哎呀 吓死我了 不是我 顺芬啊 哎 你今天办这事太不对了 你平时在家犯点小错 大姐啥时候说过你啊 啊 今天这事你可犯了大错了 不是大姐你不过去 拿背都先拿我的 让你的背在那多放一会儿 好多事一会儿啊 哎呀 小万呢 能不能不挑事啊 说什么呢 来大美 把你背子拿来 我给他放底下一起带过去 啥意思 把我背子放底下 就垫背的呗 一会儿到地方先把我背子搁地下 什么意思赵刚子 你怎么判变得这么快呀 不就他卖你目的给打一八折吗 真有意思 我告诉你赵刚子 在你去那边之前 这段时间刚才还得处呢 你想好了 处不好 我容易提前给你送过去 那是就打个八折吗 我还送我刚子哥一套苍松脆摆呢 苍松脆摆算啥 赵刚子 我再送一套菊花台 哥 我要看 你走你的 到那边有我呢 我接你 行 去什么去 我去你俩的吧 我 那什么玩意 那两床被子就把我弄走了 是不是 不惦记把我活了 是吧 我看出来了 这不是两床被子的事 这是我这被子和下被子的事 来来来 你把被子给我拿过来 哎呀我的妈呀 来 这个也给我 这个我不管 你拿着 看见没 现在你俩啊 一边一个 而且高级都一样 平倍了 没事了吧 没事 你俩走吧 过去等着娃娃 给你拿过去 行 东广场街 西广场街 我再招你算账 不够意思 哎呦 小帅哥 你来啦 赵经理 哎呀 观众位 哎呦 你是干嘛呢 哎呀 不是 这不是今天好不容易晴天了吗 好多人在这晾被子 我说这不让晾 都给他们送到西广场去 不用送了 我今天过来 就特意告诉你这事 怎么呢 这不之前咱们冬广场 不让晾被子啊 是怕影响了业主健身 对 之前一直阴天 今天好不容易放晴了 好多业主都想出来晒晒被 西广场晒不下了 然后我跟田军礼一商量啊 就同意大家 今天在冬广场晒被 哎呀 哎呀 观众位 这个绝境太英明了 我代表所有业主 谢谢您 哎不客气 咱是一家人 好好好 叔叔你工作辛苦了 你吃个汉堡吧 哎呦还想着叔叔呢呀 你吃的啥汉堡啊 肯德鸡的香辣鸡腿宝 好好吃啊 我爱吃这个 肯德鸡啊 叔叔不吃了 叔叔上班不能吃东西 你吃吧啊 啊好 回头我再请你 回头还请我 你有钱吗 我妈妈有钱 我跟你说啊 孩子啊 你妈有钱是你妈的钱 你呢 得好好学习 以后努力 等你挣了钱以后 给你妈妈买好吃的 好不好 好 那等我长大以后 挣了钱 请你吃多多的汉堡 哎呀 哎呀 你长大了还要请我吃 你哪年请我吃啊 呃 四十年之后吧 应该 四十年之后 我今年四 我今年四 七十三八十四 我我争取在坎之前 能挺住 小家伙 有点长了 去玩去吧 妈妈那边有滑梯 我要去玩 去吧 那走吧 那你跟小刚 叔叔拜拜 刚才叔叔拜拜 拜拜 你忙着 哎呀 真可爱 赵刚啊 哎 媳妇 你咋来 干啥呢你 我这样 我帮那个金大美啊 还有那个卖木鸡的小伴呢 把这辈子给送到西广场去 刚才我给你打电话 让你回来帮我晒被子 对 你说你工作忙对不 是啊 啊我知道了 你这工作是帮着别人家的女人晒被子 把自己家的女人晒一边对不 我的妈呀 哎呀 媳妇 咋的还生气了 咋的呀 你说咋的呀 媳妇 没吃过我醋 这家伙吃一次可不容易 我看看 你看你 你看看你干啥呀 你吃啥醋啊 哎哎 你又不是不知道 在我心里边只有你 我已经把你 我说好了 哇 哇 哇 你到处找 干啥呀 什么事呢 我看了个熟人 可拉倒吧 你认识那熟人有一个正经的吗 咋不干净呢 我看谁呀谁呀 谁那么正经啊 哎呀妈 这有正经 爸 你走这干啥呢 你偷过来吃肉来了 吃什么肉 老板娘 我烤的两串蘑菇好呢 啥蘑菇啊 我这就不卖蘑菇 你烤两串大串吧 爸 你让我说你啥好呢 那医生都一再说 你这身体不能再吃肉 不能再吃 你怎么就没记性呢 你看咱全家人陪着你一块 都仨又没吃肉了 你烤这烤锅的菜 你对得起我们吗 我跟你说 要让我妈吃的 回家里收拾你 我就不明白了 你觉得那肉有啥好吃的 多吃点新鲜的水果呀 蔬菜呀 对你身体都有好处啊 你看我 我就不爱吃肉 这二十多年了 我身材一直保持这么苗条 我就爱吃肉 这五十多年了 我身材一直保持这么苗条 爸 你看你哪这样呢 我告诉你啊 你要偷摸吃我回家 我够吗 王小千 快点了 跟我走 逛姐姐 好嘞 王小千 那个我跟他说两句话 马上我就让他去 你别说对 不行 快点啊 嗯 串大嘞嘞嘞 这儿呢 二十串 一根都不够 天啊 肉呢 我替你撸了 不是我的肉 你这撸的干啥呀 你不吃的话不凉了吗 那你吃了 你做到我 平啥我解账啊 那你把肉吃了 你平啥不解账啊 小美烈 小美烈 哎呦呀 你行啊 我现在就告诉小米烈 说你给这儿弄出来 你等着 你等着啊 小美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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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哎 刚才你女的谁呀 我女儿 哎呀你女儿太厉害了 那叫啥厉害 她妈比她还厉害的 我来讲就看着我 就不让我吃肉 全家人陪着我不吃肉 一挺三个多月了 三个多月 这不哪里当兔子养了吗 不如兔子的 那兔子偶尔还能吃个胡萝卜啥的 我吃的玩意 一半粒 这也太惨了 哎 你媳妇属啥的 属羊 这就对了嘛 属羊的吃草嘛 像我的属虎的 我就得吃肉 你属羊的玩球体啊 是啊 属羊的就吃草 属虎的就吃肉 那你属啥的 我属狗 你呀大哥 你吃的有点杂呀 我给你烤骨肉香脸去 你不要骨头 就姨妈来肉吧 给我来二十串肉串 行 我买一正一 我给你烤四十串 再我来两大咬子 给你四个 哎呀老板娘 这差点 这个是我尬的眼的 你先吃着 那你这串咋是哪呢 那我得疼我自己呀 这老板娘卖别人的那么点 自己吃的这么大 哎呀 猪嘴 爸 你干啥的 啊 你怎么跑这来偷偷摸摸吃洋红串呢 不是 我 哎呦我的妈呀 爸呀 这都是你吃的呀 啊 根本就不是我吃的 不是你吃的 谁吃的呀 狗吃的 狗吃的 我拿过来 我拿过来 你拿过来 爸你不能吃 我拿过来 爸你真不能吃 爸你不能吃 爸你真的不能吃 爸你不能吃啊 爸 爸呀 你怎么这样呢 你啊 你怎么控制不住你自己这张嘴呢 医生说了 你的身体已经不能再吃肉了 你明白不啊 啊 你说你偷偷摸摸跑出来吃 你对得起谁呀 啊 为了你 咱们家三个月都不吃肉了 你这么做 你对得起我吗 对得起妈妈 对得起全家人对你的爱吗 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这张嘴 不就是个肉吗 有这么好吃吗 啊 有意思吗 真不能再吃了 明白不 肉对你来说 身体没什么好吃 明白不 一定要控制自己这张嘴 啊 不是 我跟你说 肉没有什么好吃的 明白不 再说了 这烤的也一般嘛 是吧 哎 那腰子来了 哎呀 哎呀 我的妈呀 还有腰子 腰子不能 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就我腰不好 我吃这个补补吃啥土 你腰不用补 你腰已经够肥的了 不能吃 就在我来之前 刚刚我们经理罚了我三千块钱 啊 你们看出来了吗 没有 我跟你们这谈笑风争 钱有啥用 钱丢了 咱们再去挣 对 对不对 如果发生在你身上 三千块钱 是不是又上吊了 小姨父爷爷 我跟你说 你听我讲完道理 是吧 生活有时不易 但是 它总是出其不易 你失去了钱 说不定从另外一个地方又得到了 对不对 小姨父爷爷 你说的有点道理 我好好想想啊 想想 想想吧 真口三千啊 没有 我骗他的 那你太厉害了 有一位爷爷 我想明白了 钱乃身外师傅 没来再赚 太对了 我来电话了 翘儿啊 你想通了就好 哎 经理啊 是 对 我今天去办事 开着咱们公司的车 嗯 哎呀 你不知道 那公司里面的车位都停满了 我就停在咱们公司门口了 什么 断了 屁股上撞了一个大坑 漆都掉了 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骗啥罚我三千的 不是 哎呀 我说 小姨父爷爷 你们公司不罚了你三千吗 你不说没事吗 秘密 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老老菜是不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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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姨父刚才说罚三千 那是为为了劝你 是吧 小姨父 现在梦想成真了 真咋了 小姨父爷爷 你别哭 咱们聊聊天 聊聊天啊 对对对 给点音乐 给点音乐 好点吗 小姨父爷爷 你听我说啊 生活呀 有识不易 保持良好的心态 才最有益 钱乃身外之物 对不对 生带不来 走带不走的玩意 我现在生不如懂 你刚才就是 这么劝我的呀 对呀 是 小姨儿啊 二妹儿啊 你把那玩给我停了 我自从到了 这个公司以后 前年罚了我八千 去年罚了我五千 这刚才又罚了我三千 哎 小姨父爷爷 你进步了呀 去年在递减呢 明年你顶多罚两千 我怎么能整起你 哎哎哎哎哎 小姨父小姨父 你先别 你先别激动 也别上火 我想啊 你出事那个地方 他肯定会有摄像头啊 对不对 肯定能找着肇事者 对呀 二姑二姑二姑 你可拉倒吧 雨下那么大能看清楚吗 现在有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撞了就跑 抓着都不承认 像我呢啊 撞了车敢不敢当 敢承认 啊 老千 啊 你再从头给我说一遍 你你在哪装的车呀 阳光路路口 小姨父 那不是你们公司楼下吗 车什么颜色 还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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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号5678 破案了 往哪跑往哪跑 你就是肇事者 不是 小姨父 咱好好说行不行 对对对 咱是听见 什么好还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这个小姨父别激动啊 你看这肇事者都已经抓着了 是吧 咱坐下聊一聊 是公鸟呢 还是私鸟 好 好了 你过去 别激动 公鸟私鸟是不是 你这大疯子是你干啥呢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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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的了 忽然啊 这是好同学 我真没想到你知道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不仅记着你的生日 还给你带来了这个 当当当当 天啊 你们花钱给我买生日蛋糕 别闹 我要有钱给你买呀 我这话说的 那这是谁买的呀 你猜 好好猜 好好想想 说出他的名字 大疯神 秘密 确实是秘密 他不让我告诉你 李宝杰给你买的 是李宝杰给我买的 上一边是什么玩意儿 你不看那不说秘密吗 你你确实是秘密啊 他不让我告诉你吗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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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着什么玩意儿 我拿着回去干啥呀 人一片习义 我不要 你过来来来 你过来 你过来 你只看着我这东西 你过来 你坐这儿 干啥啊 不是我说你 你听我说啊 你和那秘密不合适 你这一辈子都属于不上 你给我呸呸呸 不准在我大喜的日子 跟我说这种晦气的话 你呸呸先呸 好吧 你怎么就不明白你啊 啊 小脸你听着啊 喜欢你的人 你不让追 不喜欢你的人瞎追 我说的是什么呀 我没明白 就像那狗追车似的 狗天天追车 天天追车 你看哪条狗上车了 哎呀怎么这么呢 哎你咋来的啊 我坐车来的啊 那对了 别 我说的是别 我大郭神 你一楼吹过我干啥呀 小脸 你看啊 宝洁对你多好 啊 你就从了他吧 宝洁对你太好 你咋不从了他呢 我心里只有小米粒 我心里只有秘密 你咋这么强呀 咱俩俩俩俩一会儿他来了 我告诉你啊 今天绝对不能让他来 听见了吗 他要来就出事了 一会儿黄小黄他妈要来 看未来女婿 我给他扮演一下 知道了吧 你要是万一整漏了 我告诉你 就完了 知道吗 同样还不得上火呀 他们还不得上火呀 骗人呐 你别整个 我带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全家人都诚信在喜悦之中 但是我知道 我的家庭根本负担不起我的学费 我也不想再给我的父母增添任何负担 所以 我就私自偷偷的把我的录取通知书给扔了 记得还像往常一样 我在家 帮我爸干脑火 就是有个人 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来找我 当他听到我的情况后 他毅然决然地决定 要资助我上大学 这个人 就是笨笨哥 是他让我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而且在我上大学期间 他还把他的房子寄给我住 我今天来呀 就是来还钥匙的 因为我已经毕业了 我决定要用我的所学 去偏远的山区支教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 笨笨哥 谢谢你 是你的帮助 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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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姐 对不起 没事 姐 是我误会你们的关系了 你要想做什么 就放心大胆地去做 你不是说了吗 有了笨笨哥的帮助 改变了你一生的命运 现在 你也用你的所学 去改变更多山里孩子的命运 你要有什么需要 就尽管跟我说 以后啊 就把我当成亲姐一样 谢谢姐 那我也当了大家不少时间 那我就先走了 哎 既然来了 就把这当家一样 吃了再走 哎 哪有菜呀 这不有蛋糕吗 没有蛋糕 哎 那包好菜也不过生日 蛋糕我拿回去退了吗 哎 行 你就是说我今天生的 我就今天生的 王小倩你可真行啊 一年偏我俩蛋糕的你 吃吧吃吧 我今天过生 我做中间啊 我告诉你 我做中间 这个节目和嫂子永远幸福 这个冒陪你问一句 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